今天我們一家人就叫來自中國 他是一個新住民叫做崔俊哥 他來台灣短短四年的時間 不僅推動了家鄉的變秀作品熱賣 成功創業 而且還當成了團購主 不過跟一般的團購不大一樣 他是幫同為新住民的姐姐行銷 他的生意越做越好 繡花針 俐落的穿梭 崔俊哥以針代筆 秀出來台四年的精彩 變秀號稱中國五大秀之一 六歲的時候 他就能自己縫製玩具紗包 記憶來自於他的母親 媽媽就是經常十里八鄉的人 都來拜訪他 來讓他教怎麼做刺繡 我就想著說把我媽媽的記憶拿出來 看有沒有人喜歡 結果真的很受喜歡 我記得第一天就派倉龍 把變秀記憶落實在生活用品上 從穿戴的物品著手 變秀成了行動藝術 還自己研發出不同產品 讓作品更受歡迎 當年回台的另一個原因 是因為四歲的兒子還不會說話 出現語言發展遲緩 夫妻得帶著孩子回台早聊 邊陪伴兒子邊工作 曾經一次外出做生意 遇到了暖心遠景 才讓原本四處擺攤的他 開啟了網路創業 他說你會不會做網路 我說不會 那個時候手機很不先進 就是他說我教你做網路 他就那個時候我還沒有FB 他教我開FB 他說那裡面可以賣東西 我才知道那個時候FB可以賣東西 現在兒子已經恢復 健康活潑 也讓俊哥有了更遠大的夢想 做的油條餅 還有水餃 我主要是用手機比較多 忙著操作手機和電腦 現在的他有一份新工作 是當團購主 但是這個團嗎 和一般的團購很不一樣 很多姐妹跟我一樣 就是在艱難爬坡當中 創業的時候遇到很多困難 不知道怎樣去營銷自己 其實東西做得很好 但是不知道怎麼營銷 帶動其他的新住民姐妹 不管是越南的緬甸的哪裡 一起走出來 把我們的一個多元文化推出來 愛的循環激起了他助人的涟漪 當年那個教他操作網路的警察 可能沒想過 崔俊哥現在已經把這份愛的力量 傳了出去